我们今天来做斑南奶黄冰皮月饼 我们先往碗中加入糯米粉40克 粘米粉40克 橙粉25克 白糖25克 玉米油25克 纯牛奶180克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搬匀之后再用一个筛网过滤一下 盖上保鲜膜 用牙签扎几个小眼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 大概需要30分钟左右 拎起一个碗打入3克鸡蛋 加入低筋面粉50克 白糖50克 牛奶240克 然后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至里面没有一点干面粉 再过滤到一个不粘锅里面 再往里面加入35克的黄油 用小火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锅里会慢慢变得粘稠糊化 炒至能够轻松成团 不粘锅的状态 然后将它倒在案板上面 稍微放凉之后 两手搓一下揉一下 像揉面团一样 这样揉一下会更加的细腻光滑 揉好之后搓成长条 均分成16个小剂子 每一个小剂子大概30克 放在手心搓圆 再将蒸好的面团给拿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用筷子先搅一搅防止烫手 散掉里面的热气 然后再下手将它揉搓均匀 稍微多揉一会儿 将面团揉至非常光滑的状态 然后均分成两份 取一份加入一颗的抹茶粉 将它揉搓均匀 把揉好的抹茶面团搓成长条 白面团也搓成长条 叠在一起 扭一下 再叠过来 叠得随意一点 这样画纹会更加的自然好看 搓成长条之后 再下成小剂子 每一个小剂子20克左右 把剂子放在手掌心 前面朝上按扁 然后包上馅料 用虎口轻轻地往上面推 挤压 直至收口 然后放在手心团圆 包好之后 在表面抹一点熟的糯米粉 模具里面也抹一点糯米粉 防止粘连 按压紧实 这样一个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我们的斑南奶黄冰皮月饼就做好了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适合夏天 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新 把它密封起来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冰冰凉凉的 非常的解暑 拿在手上是不是也非常的好看 花纹清晰 馅料满满的 喜欢吃冰皮月饼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这个配方做出来的冰皮月饼 放两天都不会硬 只要密封好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 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鱼 拜拜